我們來看這個美國的印太司令 他是海軍上將 他在5月23號 在紐約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說 這個中共到底什麼時候會打台灣 他的同僚 還有他的前輩 其實都有很多預測 2024 2025 2026 2027 都有這樣的預測 他說他這邊不正式的 做一個確定的說法 但是重要是預防衝突 做好戰鬥準備 然後要能夠打勝仗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關心的時間比較久 十幾年來 過去美軍的高階將領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一般來講他們都會說 目前就中國的力量來講 要渡海攻台還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或者是中國還是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台海問題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區的力量 是足以嚇阻一切對和平的挑釁 大概是這樣的話 但是目前看來 美方的說詞已經越來越小心了 他們現在都是強調說 我們要做好準備 而且準備做得好才能打勝仗 暗示說如果美方沒有做好準備 連美國都不一定能打勝仗 這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美國眾議院現在有一個新的委員會 叫中國事務委員會 他提了十個建議是跟軍事有關的 第一個就是說 透過多年的採購 要加快增加這個遠程攻擊武器的數量 這個遠程攻擊武器是美國的遠程5級攻擊 意思就是說必要的時候 美軍不管是艦艇或飛機 未必能夠在第一時間內進入這個台海戰區 所以你要遠遠的就發射武器 他不用在台海這附近 他一樣可以救援打擊 對他的一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遠遠的就發射武器 當然對中國的嚇阻力就比較大 但是呢另外也是暗示說 萬一這時候進不來怎麼辦 你台海說不定 像剛才邱國正部長講的 整個台灣沒有前線後方 美軍的這個軍機 說不定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安全的降落 安全的部署 這個美方都有做最壞打算 所以遠程的發射 那第二個就是說呢 他要跟盟友 跟合作夥伴要制定聯合計畫 讓中國清台的時候付出沉重的外交代價 所以最近G7開會嘛 但是呢中國這方面最近也在拉 拉那個中亞五國 而且呢其實跟法國那些國家 他關係還是很密切 最大的一點 這邊注意到就是美國國會建議 擴大美台聯合軍事訓練 但是呢這個美台聯合軍事訓練 說實話是現在最缺乏的部分 現在跟韓國日本相比 這個美國跟我們國軍的相互的聯合訓練 還是很少 不能比而且坦白說我們國軍的戰力 止參能力後勤補給 跟北約標準跟美軍的標準 還有一定的距離 這個不用諱言 所以呢我們國軍呢 可能美方有人說這有什麼問題 就像我們中醫講的 虛不受補 你現在美軍來跟我們合同演練 所以我們語言各方面準則能夠立刻接得起來嗎 因為很久沒有這樣演練了嘛 所以美國國會很緊張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也可能擔心說 美軍如果進入台灣跟我們國軍實施 聯合演練的話 會不會中共立刻就認為這是多大的挑釁啊 對不對 你肥洛西來他就實施演習了 如果像美軍跟國軍進行聯合演練 是不是中共立刻壓起來 而且他會說哎 如果你們聯合演練 演練了一段時間了 一年兩年了 你戰力就起來了 我要趁你戰力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趕快解決你 這有沒有這種可能 所以現在美國說 如果這些都做不到 就要趕快交付台灣已經買的武器 這些武器要趕快交付 如果不趕快交付的話 那這個前面那幾項又做不到 武器自己又沒有 那台灣怎麼辦 所以現在台灣不管是誰領導台灣 未來針對這些國防關鍵的議題 不管哪個黨 科也好賴也好 這個偶也好 都要做明確的交代 不能空空洞洞的說 哎我要避站 還是說呢 這個保台 還是說我不要挑釁 這個都是不夠的 不過現在看起來的話 維航 還記得那時候有大概25個很大的軍火商 然後來台灣 大家講說不單純是來討論什麼 要不要賣武器 那不用他們大家直接過來啦 而是說有沒有包括在台灣要設一些維修中心啦 他這個美國的艦隊 他當然他正在進行所謂的結構的調整 或者是新的艦支 推出然後有舊的艦支 或是不適合這個整個新的戰爭局勢的艦支會淘汰 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們也要把一部分的維修能量轉移到東亞 為什麼就地補給就近維修 這幾乎是所謂的這個不要講時代啦 每一個時代都是這樣子 能夠就近維修最好 否則所有東西都要拉回原來的這個 這個美國西亞那也是這個曠日廢時啊 好那重點就在於 日本有沒有這個能量 因為日本也是成平已久吧 他本來他的軍事力量就沒有那麼大 當然日本隨著近年的擴軍 甚至是日本自己的民間的傳場要注意 因為自衛隊的這個特殊的屬性關係 他不是軍隊 所以日本的軍工業在相當程度上 他也是某種民工的轉換 民間企業的轉換 所以美國也透過包括日本的這些 包括加賀的改造改裝 由日本來操作 讓他們去熟悉 美規的東西是如何安裝上去的 透過這個方式慢慢的去進行技術與戰 所以不是一步到位 等到日本已經成熟了 美國終於宣布 就是正在考慮要跟日本的私人造成長 進行這種唯物修理 甚至改裝的那種各樣的恐慌性 所以美國的艦隊 如果在東亞作戰受損了 或者必須進行一些緊急的戰備調整 他也都可以在日本來進行 那美國逐漸也採取一個模式 包括像我們旁邊這邊看到的無人機 過去的無人機 這個是越來就是有兩種型 一種是很平價的 另外一種戰鬥能力非常好 像我們買的MQ-9B 可是他非常的貴 我們才四架而已就要5億美金 包括整個後勤 還有後面的控制設備 那美國他們會想說 如果我要大量的運用無人機 比如說他這邊有一個計畫 他提到了200架的第六代戰機 或者是F3 300架的F35 去搭配什麼呢 500架的中層療機 一架F35搭兩架中層療機 你F35本身已經夠貴 F22本身都夠貴 你中層療機就不能那麼貴 所以他們就研發出這個全新的計畫 這個叫XQ58A的這一種 全新的無人機 一種中層療機 可是他造價非常的低 如果真的硬要壓 可以壓到300萬美金一架 但是便宜到不可思議 那是F35的造價的幾十分之一了 好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他講白點都是不怕你打 我夠多 所以當阿共說 你美國派很多戰機來台海的時候 我把你打下來 你還有辦法去支應嗎 重點就在於 這一種全新的無人機 他有非常多的部件 是用民間的 是用商用的款式 所以在相當程度上 他在支應的成本 生產的效率上都非常的高 我們必須要說 美國為什麼會有這一系列動作 包括之前說要把這些生產業移來台灣 甚至像近日傳出的F16的生產會拖延 都牽涉到美國工業 以及美國勞工法規的一些問題 使得他們的生產 沒辦法在一瞬間拉得很高 當然沒辦法因應現代戰爭運作 而東亞勞工比較勤奮一點 我們的工時比較長一點 一直在相關的支應上 可能會比美國的本土更有效率更及時 OK